大家好 欢迎来到《小雨的说故事新》 苏一雪苏一雪 你是她的狗吗? 这么听话 随叫随到 我已经记不清这是第几次杜臣宇因为苏一雪一个电话就要放我鸽子赶去找她 这一次又是什么事? 找你脚崴了还是哮喘发作? 或者又和上次一样结账时刷不了卡临时喊你过去买单 我冷笑着把苏一雪惯用的招数一一数落给她听 她的脸上果然浮现出恼怒的神色 却还是坚持要去 今天不一样 我必须过去 我拦住她 不让她走 今天是我爸的忌日 你说好和我回家陪妈妈的 她肯定早早做好一大桌子菜了 你现在临时说不过去了 她得多难过呀 说着说着我忍不住红了眼眶 别的日子倒也无所谓 可爸爸的忌日是妈妈最难过的日子 她只有看见我和杜臣宇一起回家 确定我是幸福的才会稍感宽慰 杜臣宇不可能不知道 但她也只是略微迟疑了一下 还是对我说 冉冉 今天实在是对不起 我真的必须赶过去 回头我再找时间和你一起回家看妈妈 好好和她老人家道个歉 我的心瞬间凉了半截 在你心里 我和我妈加起来都不如一个苏医学重要 林冉 我不是这个意思 你们在我心里都一样重要 你们是我的家人 义学也是我从小看着长大的 妹妹几乎等同于七人了 就不要这样比来比去得多 没意思 杜臣宇匆匆看一眼手表 就要开门走出去 我拽住门把手 不依不饶 你今天要是去苏义学那边 就证明她比我重要 杜臣宇看我一眼 无奈地叹口气 你硬要这么想 我也没办法了 既然她比较重要 那我们就别在一起 过了两清了 不更好 我红着眼睛赌气道 林冉 我现在不想和你扯 有事等我回来再说 她不耐烦地扯开我的手 往边上一推 头也不回地走出门去 我没料到她会这么推我 一时没站稳 肚子狠狠撞上了玄关的鞋柜 孰然间 小妇传来一阵剧痛 我抱着肚子蹲下来 咬着牙想离婚 这一次 我说什么也要离婚 哪有自己的老公被别人呼来喝去的道理 既然她爱去苏义学那里 不如离了婚 她干脆搬过去住好了 什么? 看着长大的妹妹 明明是爱而不得的白月光 非要灌上一个照顾妹妹的油桶 让人恶心 越想越气 我擦着眼泪 想要站起来准备离婚协议 没想到小妇的坠痛却更严重了 我摸了把裙子 居然摸到一手星红 这是来月经了 我的经期向来不准 推迟是常有的事 我一般不放在心上 但我几乎从不痛经 这次痛的程度也很不寻常 几乎直不起腰 我在心里飞快算了下 这次也是一个多月没来了 期间有一次家里没囤货了 就没有做安全措施 难道就是那一次我怀孕了 我心乱如麻 从衣服口袋里摸出手机 想给杜晨宇打电话 手指颤抖着拨通她的号码 等待接通的时间里 我脑子里转过无数个念头 如果真的是有了杜晨宇 能在第一时间赶来保住我们的孩子 我还是可以原谅她的 只要她过来 讽刺的是 电话响了几声就被掐断了 我不死心 再次拨过去 对方已关机 我通声发冷 牙齿打颤 不再纠结杜晨宇挂我电话的原因 马上给妈妈打电话 让她送我去医院 那天我知道自己怀孕一个多月了 紧接着我失去了这个孩子 因为出血过多 没能保住 期间 妈妈给杜晨宇打去无数个电话 都没有打通 妈妈为了让我放心安慰我 她应该再忙要紧地工作 晚点联系上了 我再让她赶过来 我躺在病床上苍白着脸 红肿的眼眶里再也流不出一滴眼泪 不用了 太晚了 即便她来了 我也不要她了 晚上因为身心双重受疮 我迟迟无法入睡 拿出手机刷朋友圈 看到苏毅学几分钟前更新的动态 纪念一起走过的二十三个年头 接下来也要一起走下去哦 配图是一张构图精美 净度极高的粉色吊坠照片 目测不低于三克拉 吊坠后面的背景是一面照片墙 即便虚化了 也能大致看出照片全是一男一女的合影 应该是把他们从小到大的照片都贴了上去 中间没有虚化的那张 刚好能清晰看到男生看向女生的眼神 爱意汹涌 无限前犬 任谁看了都会夸一句 送礼物的人真用心 一定是把人爱到骨子里了 才会这样温柔相待 明明一眼就能看出那个男生是大学时期的杜臣宇 但我还是不甘心把图片放大 想看个分明看个透彻 想透过照片指抵她心里 问她为什么为什么 前不久送给我的是一枚香满不值钱粉色碎钻的戒指 送给苏易雪的却是足足三克拉以上的粉钻 我摸着无名纸上的碎钻戒指很久都没有动 天亮时我看到手机上终于有了一通杜臣宇的未接来电 无悲无喜地把她拖入了黑名单 妈妈从外面接完电话回来 越感欣慰地告诉我 杜臣宇马上就到 听到我流产的消息 她几乎要急疯了 我一点也不在乎 让妈妈找护士借来一把剪刀 妈妈瞬间紧张起来 怕我不开心 想做傻事 我安慰她 我没那么傻 我就是要剪一个东西 拿到剪刀 我立马取下手指上的戒指 用力把它剿断 妈妈想要拦我 又怕伤到我 只能在一旁焦急地劝阻 我充耳不闻 戒指断了 我终于露出入院后的第一个笑容 我要和杜臣宇一刀两断 没多久 杜臣宇急急忙忙地赶到 我早已嘱咐过我妈 我不想见她 让我妈帮我把戒指还给她 转告她 我要和她离婚 杜臣宇不听 在外面疯狂拍门 让我放她进来 林然 你是不是有病 只是吵个架 你就赌气把孩子打掉 你开门让我进去 我跟你说 这是没完 你必须给我一个解释 孩子不是你一个人的 送我去医院时 妈妈被吓得六神无主 问了好几遍 你怎么弄得 怎么这么不小心 我当时太难受了 没有精力解释 只含糊达到摔了一跤 所以 在和杜臣宇的电话里 妈妈只说我查出怀孕 但孩子意外留掉了 详细地等她过来再说 谁知道杜臣宇在赶来的路上 竟然脑补出了这样一场大戏 我因为吃醋赌气把孩子打掉了 门外 杜臣宇吵吵嚷嚷嚷 引来不少病患家属的围观 护士也过来劝阻 妈妈抵挡不住压力 还是开门让她进来说话 她双眼血红 怒气冲冲地质问我 你凭什么自作主张打掉我们的孩子 我妈拉了一把她的衣服 试图解释孩子是意外留掉的 然然 她不小心摔了一跤 行了 妈 您不知道我们昨天发生了什么事 就别掺和了好吗 她这么大个人在家 还能摔跤 还这么正巧摔一跤流产 这巧合说出去谁信 运早期这种事说不准的 我妈坚持站在我这店 杜臣宇却不肯听 拿手势打断她的话 我看着她手里攥着的那枚被我搅断的戒指 忍着怒意问她 所以 在你心里我就是这么小气的人 小气到可以拿自己肚子里的小生命和你赌气 正好我也想问问你 颠脚料碎钻送老婆 整颗钻石送妹妹 杜臣宇到底是谁 小气也对 到手的人不必花费任何心思 都会铁着心跟你 只有得不到的人才值得这世上的稀释珍宝 对吧 我了然地笑笑 杜臣宇看着我 握紧拳头 还是嘴硬 我和苏医学不是你想的那样 我对她那么好 只是因为报恩 她小时候救过我的命又来了 每一次谈到苏医学这个话题 都绕不开他们的从前 只因儿时的一次溺水 是苏医学到处喊人救了她 但她却忽略了那次溺水的缘由 是苏医学应要她去水里摘那朵盛放的最美的荷花 她不会水 起初自然是拒绝的 可苏医学不依不饶 最后发了脾气 推她下水去摘 她拗不过 她去摘了 也毫无意外地溺水了 苏医学见她在水里扑冷几下 就是爬不上来 这才吓得大哭 四处喊人来救她 医学就是嘴硬心软 看我被救起来 立马指了哭 掉头就走 还骂我 你真没用 她笑嘻嘻地回忆 想到苏医学的少女情态 眼角眉梢里都是温柔 直到我说 原来她从小到大都这样啊 觉得你有可以利用的地方 就姑且利用 看到你没力可图 就走得飞快 当年你爸去世 你家破产时 她不就是这样说 你们有缘无分 转身就去了国外 她立即指了笑 嘴角抿成一条线 她有她的苦衷 当年是她家里人逼她走的 假如她不走 就要逼着和家里人断绝关系 往往话说到这里 我就彻底无话可说 天听天信 到这种地步 我说什么重要吗 她信吗 之前的我还对她抱有期待 认为她总有一天 能认清苏医学的真面目 能发现她的突然回归和嗜好 是带着目的性的 但今是今日 我对她在无半点期盼 只有无尽的恨意 我顺着她的话接下去 是啊 苏医学多重要 所以昨天 你撇下我陪她去过纪念日 情有可原 是吧 昨天过得开心吗 你和她的纪念日 也是你失去自己孩子的日子 开心吗 我越说越恨 你和苏医学的纪念日 也是你孩子的纪日 往后 苏医学每让你陪她过一次纪念日 你都势必会想起那个素未谋面的孩子 你对得起她吗 够了 林然 你怎么这么狠毒 居然能做出这样残忍的事 就算你在想报复我 对我再多怨气 再多不满 也不该动 我们的孩子 杜臣与鹅角青筋抱起 眼底布满血丝 怨恨和着眼泪一起喷涌而出 你以为我不敢和你离婚吗 你不是想离吗 现在就离 说着就要上来拽我 拽我去离婚 我冷眼盯着她 你现在动我试试看 我但凡落下一点病根 你这辈子都别想好过 可能是我眼里的决绝和冷漠 吓到了 她的手明明碰到了我的被子 却始终没敢掀开 我妈哭着拉开她 让她不要刺激我这个病人 也劝我们不要在冲动之下做决定 我冷笑 离婚自然是要离的 但既然你这么急了 我就不急了 我还不至于上赶着给苏毅雪藤位置 我可不是什么大度的人 我多小气啊 离婚之前 不得先把我应得的财产拿到再说 比如说 送给苏毅雪的那枚钻石 一看就价值不菲 我必须拿回来 再比如说 她是不是还给苏毅雪在外置办了产业 我也要查清楚 这一分一毫都是我的婚类财产 她拿我们共同的财产做人情 想得美 杜晨宇说不过我 又拿我没办法 最终气得拂袖而去 我自顾自喝着清淡滋补的汤 眼皮都不抬一下 不急 等我养好身体 再一样拿回属于我的东西 养好身体后 我回了一趟家 把流产当天的视频导了出来 做好备份 然后收拾好自己的行李 留下一张约她谈离婚的纸条 潇洒离开 出门时 正好碰到了准备敲门进来的婆婆 婆婆见我拎着行李箱 赶紧拦住我 正好你不回来 我也要去找你的 你和陈瑜怎么了 她没告诉你吗 婆婆素来待我不错 我也不愿与她口出恶言 说什么 昨天我问她 那可我托人 从拍卖场拍下的粉钻 给你做首饰没有 她居然二话不说 就挂我电话 转头打你的电话也打不通 急得我一宿没睡好 这不今天赶过来看看你们到底怎么了 婆婆握住我的手 牵着我在沙发上坐下来 苏一雪回来了 我淡淡开口 杜晨宇把钻石送给她了 她敢 婆婆急得瞬间站起身来 我挑来送你的礼物 她竟敢送给别人 苏一雪 什么东西 贤贫爱富的女人 也敢收 我花二百万拍下来的钻石婆婆 越想越气 把茶几拍得震了几下 桌上的小纸条 差点飘到地上 婆婆眼疾手快 用手一接 看清楚上面的字 顿时瞪大了眼睛问我 就因为这个事 你要和陈宇离婚 也不全是婆婆静静地看着我 让我把话说下去 杜晨宇送苏一雪钻石的那天 我和她的孩子意外掉了 我想大概也是天意吧 提醒我是时候离开她了 婆婆听完这段话 震惊得久久回不过神 好半天才难难道 你是说我本来有孙子了 但是孙子又没了 我沉默着点点头 婆婆几个深呼吸 控制好情绪后 当着我的面拨通了杜晨宇的电话 你现在立刻马上给我回家 我有事和你说 对了 记得带上苏一雪 听说她回国了 我想见见她 婆婆的话里分明带着笑 但那笑却让人感到心里毛毛的 挂完电话 她安抚我 有我在 她苏一雪翻不出什么浪的婆婆 不全是为我撑腰 她和苏家人有着很深的过节 当年杜家和苏家两家交好 虽没直接说破 但两家人都是赞成杜晨宇和苏一雪来往的 谁知杜父突然查出癌症 很快去世 加上资金链断裂 杜家在短短一段时间内破了产 期间 婆婆去找过苏家 想请他们伸出援手 帮他们撑过最艰难的时期 但苏家人却变着花样推脱 后来干脆举家迁往国外 像躲避瘟疫一样躲避 苏家婆婆看清现实 不再求助于任何人 一边抚养杜晨宇 一边从头开始 杜晨宇读大学时 婆婆的公司已经小有起色 但唯独缺一笔资金 当时我正在倒追杜晨宇 听说了她家里的情况 二话不说 让我妈把爸爸留下来的钱投进去 妈妈自然不肯 以为我头脑发热 但我却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我十分看好婆婆公司的潜力 加上相信杜晨宇 我给妈妈写下借据 承诺有借有还 终于让我妈态度松动 投了钱 资金周转过来了 婆婆的公司度过危机 形势果然一片大好 我因为投资入股 也从中获利 并成为婆婆眼里的恩人 现在想来 杜晨宇当年答应和我谈恋爱 真的是出于感情吗 还是因为婆婆施压 或是想要回报我的恩情 当年我一心投入到恋爱之中 没有心思去想这些 现在想想 真是色令之昏 思绪翻转间 杜晨宇已经带着苏伊雪回家了 看到我在 杜晨宇脸色立即冷了下来 讽刺我 怎么自己没脸找我 还找我妈当说客 我没说话 倒是婆婆先狠狠白了她一眼 不过婆婆暂时还隐忍不发 甚至笑着招呼苏伊雪 伊雪 快过来 让阿姨看看 这么多年不见 便要了没有 苏伊雪笑着喊了声阿姨 亲密地挽着婆婆坐下 婆婆看看她的脸 又摸摸她的手 最后把视线凝在她锁骨中间的吊坠上 这枚粉钻真漂亮 婆婆不动声色地夸道是晨宇送的 她说 粉色最称我这种牛奶鸡 苏伊雪沉浸在婆婆的夸赞里 丝毫没有注意到杜晨宇给她使的颜色 是吗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这颗粉钻是我找人拍下来送给冉冉的呢 婆婆捏着那颗钻石左看右看 就是这颗 我没记错 怎么出现在你的脖子上了 苏伊雪笑容即刻僵在脸上 扭过脖子去看杜晨宇 杜晨宇不太敢回应她的眼神 苏伊雪只好假装毫无察觉 甘笑着说 好像是的吧 但陈宇说 林然不喜欢大颗的钻石 觉得太招摇 她喜欢精致小巧的碎钻 说那个更适合她 所以 陈宇专门给林然定制了一枚碎钻戒指 很好看的 苏伊雪明包石匾 故意拿画材我 内涵我上布的台面 就喜欢不值钱的小玩意儿 我当然要澄清了 那个碎钻戒指 我一点也不喜欢 早缴断了 还给陈宇了 反正也是不值钱的玩意儿 婆婆点点头 直接一把扯下苏伊雪脖子上的吊坠 告诉她陈宇没眼光 这个不适合你 大颗的钻石配大气的人 这颗钻石还是更适合冉冉 像你这样满肚子算计的 才趁那些边角料 苏伊雪猛地被这么一扯 痛得变了脸色 但碍于婆婆就在面前 她也不敢发作 只好泪眼汪汪地看着婆婆 您是不是对我有什么误会 我从来没算计过您是不是灵然说什么了 您千万别信她 她才是真正蛇蝎心肠 一肚子算计 苏伊雪含着泪愤愤道 并向杜晨宇试眼色 你快和阿姨解释 林然肚子里的孩子到底是怎么没有的 杜晨宇不说话 苏伊雪接着说 就是出于报复 她看不惯晨宇对我好 就把孩子留掉 想看晨宇伤心绝望 这些天里要不是我陪着晨宇 她根本挺不过来 阿姨 您别被林然欺骗了 这都是她使的手段 婆婆听着听着 居然扑斥一声笑了出来 你算个什么东西 什么身份 陪在晨宇身边 还理所当然享受 她对你的好 你不过是仗着她小时候不懂事 对你有些难以忘怀的情愫在 就一而再 再而三恃宠而骄 她看不懂你的手段 我难道还看不懂 你从前嫌我们家破产 正眼都不多看晨宇一眼就离开 如今看她发达了 又沾上来了 晨宇眼神不好 我这个当妈的却看得分明 妈 你真的误会一雪了 她不是你想的那样 杜晨宇在我的事情上一言不发 维护苏医雪倒是不留余力 杜晨宇婆婆喊道 我只问你 你还想不想留住凌然这个老婆 杜晨宇顿时红了眼眶 耿着脖子答 除非她知道悔改 在孩子这个事情上向我认错 我才能考虑要不要继续和她过下去 你这个识人不清的混账东西 你老婆什么品性 你不了解吗 她是这么拎不清情绪上头的人 你但凡对她上点心 也应该问问孩子 没了这件事上 是不是有什么苦衷或者隐情 婆婆气得伸出手 就给了她一巴掌 不必了 这件事我不想再谈 既然钻石也拿回来了 那就谈谈财产分割的事情 顺便把婚离了吧 我淡淡开口 看吧 看凌然的真实嘴脸露出来了 她才是满心满眼 只有钱 这次故意留掉孩子 就是想利用陈宇的愧疚心 离婚分财产呢 陈宇 你千万别心软 苏一雪生怕这把火烧得不够旺 还在煽风点火 我笑了 一雪 别急 陈宇给你买的市中心的那套公寓 还有成堆的包包首饰啊 我等会儿一起来算账 不会漏掉你的过去的时间里 我可没闲着 找人查清了杜臣宇为苏一雪买下的所有东西 本想等拿回钻石再来一清算 没想到婆婆的意外出现 正好帮了大忙 正好像婆婆这样名事里的人 应该也不会偏帮儿子 我请婆婆做个见证 证明我只是分得自己应得的部分 而不是无理取闹 婆婆问我 真的没有挽回的余地了吗? 我摇摇头 没有了 但看着婆婆瞬间憔悴的脸 怕她伤心难过 我又补充了一句 就算杜臣宇不是我老公了 我依然把您当婆婆看 婆婆把手里的钻石塞给我 这个给你 是我私人赠予你的 不用参与财产分割 剩下的该怎么分就怎么分 杜臣宇却不肯 他自作主张 留掉了我们的孩子 我让他净身出户 都是他应得的 苏一雪躲在他背后 露出一个得意的笑 我眉心一跳 准备起草财产分割协议的手一抖 预感这是和平解决不了 那就摊牌吧 我把手里的笔一扔 看着杜臣宇道 你真的想知道 孩子留掉的真实原因吗 他冷笑出声 怎么 怕分不到钱 急眼了肯承认错误了 我宁眸看着他 眼底一丝情绪也无 嘴里不带感情地吐出一段话 那天吵架 你急着去找苏一雪 推了我一把 就是那一下 我肚子撞到了鞋柜上 出了血 孩子没了 你才是孩子没了的罪魁祸首 沉重的真相让周遭的气氛足足凝固了好几秒 直到婆婆突然发出压抑的悲鸣 我的孙儿杜臣宇这才恍如突然惊醒 居然摇着头 哈哈大笑起来 笑得眼角都渗出眼泪 这种谎话你也编得出 我当时就是随手甩了下你的手臂 根本没用多大力气 怎么可能把你推流产 你边瞎话 也编得像样一点 他用手指擦掉眼角的泪水 来来来 还有什么谎言 不妨一口气说出来听听 看我还有什么黑锅可以背 他用淡泊细血的口吻 往我心口补上一刀又一刀 仿佛我是天底下最冷情冷血的人 孩子没了不紧 毫不伤心 甚至还有闲情 编出一堆谎言来污蔑他 我懒得与他辩解 直接打开笔记本电脑 调出当天客厅里的视频 把音量调到最大 让在场的每一个人 都能听清我们当天的争吵 杜臣宇起初不以为意 看到后来 却庞佛被定住了一般 怎么都挪不开眼睛 他死死地盯着电脑屏幕 恨不得把这段视频 看出一个洞 视频里 我因为打不通他的电话 只能无助地抱着肚子 一边哭泣 一边无意识地喃喃道 陈宇 求你接电话 只要你能赶过来 保住我们的孩子 我可以原谅你的 只要你过来 就连我自己都记不清 当时自己是怎样的一个状态 我以为我当时 对他只有怨恨 却原来我曾经那样 需要他看到视频里的那一幕 婆婆捂着脸 哭得撕心裂肺 嘴里不停地念叨 这是做的什么孽呀 大概他才是真正 能对此感同身受的人 杜臣宇眼里 亦是絮满悔恨的泪水 竟然想要伸出手抱抱我 我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冉冉 对不起 我躲过他的手 案件关闭了视频 为什么你不早说 你早说出来 我们根本不会走到这个地步 杜臣宇痛苦万分 用双手撑住自己的额头 那天我不是故意不接你电话 我以为你还在和我赌气 打电话也只是为了骂我 我要是知道 我肯定会赶回来 早说就能改变孩子 留掉的事实吗 我冷冷地扯动嘴角 我就是故意不说的 我就想睁大眼睛 看看这个我曾经爱过的人 还能怎么仗着我的爱 肆无忌惮地伤害我 得知孩子留掉的瞬间 我真的觉得 这一切也许是天意 这个孩子他不想来 不想降生在这样一个 没有爱的家庭 而我也不愿意 用孩子留住杜臣宇的心 谁知道杜臣宇知道孩子 没了的第一时间 就是忙着指责我 怪罪我 觉得我是蓄意谋害这条小生命 当时我就想 那我更不能说破了 因为我还想看看 杜臣宇还能怎样对我 还能怎么在我心上插刀 等他在我身上插满一刀又一刀 我才会放出这最关键的证据 让他知道 我承受的一切到底有多痛 我的痛远在他十倍 百倍 千倍之上 我要让他知道 他是怎样亲手害了自己的孩子 又伤害了我 我要让他一生都活在愧疚之中 品尝自己种下的恶果 永远无法原谅自己 杜臣宇果然崩溃了 他跪倒在地 用拳头狠狠捶打自己胸口 是我的错 我的错 苏毅雪劝他 你别这样 他就是太懂得利用你的愧疚感了 才这样设计 你现在承认错误 岂不是正中他下怀 等你起了弥补他的心思 岂不是他要什么 你就给什么 你闭嘴 滚开 杜臣宇一个字也听不下去 破天荒潮 苏毅雪发了火 臣宇 苏毅雪愣在那里 泪水在眼眶里打转 一说凌然利用我的愧疚感 好让我弥补他 你这么了解 是不是因为你也是这样利用的我 杜臣宇笑得计较 近乎恶毒 我没有 我回来真的只是为了你 我想 我们回到从前的时光 弥补过去的遗憾 苏毅雪到底是心里素质好 还在那里苍白地解释 杜臣宇笑得直不起腰 够了 别装了 陪你过纪念日那晚 我中途睡着了 半梦半醒间 你再给谁打电话 是不是打电话给你爸妈 让他们放心 你自然有办法拿捏我取代李然 成为杜太太 我隔天我看完 林然带着一肚子怒气找你 你正出门扔垃圾 你以为我没看见 没有 系好的垃圾袋里 是你撕毁的我们的合照 你就连做样子 也不肯做全套 我故意问你 照片墙上的照片去哪了 你怎么说的 你说你收起来了 等重要的日子再拿出来 苏毅雪 你以为我当真不知道 你家的产业都做不下去 才灰头土脸地回国吗 很多事我不说破 是因为我真的想对你好 过去我没有能力 现在我有了 也能稍微弥补下曾经的遗憾 可你千不该万不该 这么贪得无厌的 我还没和林然离婚 你就一再提醒我不要心软 不要什么都给他 你看上的根本不是我的人 而是我的钱 哦 原来杜晨宇心不忙 言也不瞎呀 他当真是揣着明白装糊涂 想要坐享其人之福 以为对我给一个名分就已足够 对苏毅雪花点小钱也够了 结果却自是恶果 不然你要是没钱 我干嘛和你玩那些怀念过去的把戏 你知道吗 你怀念过去的样子真的很恶心 活脱脱一副穷人突然报复的嘴脸 苏毅雪突然变了嘴脸 轻蔑地看向他 眼里满是鄙夷 你口口声声说你是真的想对我好 真的笑死人了 你以为我看不出你 不过是为了满足你可怜的自尊和虚荣心得了 看你现在这倒霉样 姐姐我也不奉陪了 一通反击后 苏毅雪居然还有闲心拿出包里的气垫补装 林染 这游戏我不玩了 那些东西你要收回就收回吧 苏毅雪补完妆对我讨好一笑 我都这么自觉还给你了 你就讲点江湖道义 别在外面抹黑我行不行 日后我还得找其他人不是 我点点头 成交 又看了看一旁被打击得体无完肤的杜陈宇 讥讽 但她的嘴牢不牢固 我可不敢保证 苏毅雪白她一眼 一个备胎说 什么重要吗 说出去 别人也只会觉得她求而不得 故意抹黑 我早就说过 在苏毅雪眼里 杜陈宇不过是一个时隔多年 突然发达了的有力可图的竹马 只是她一直不肯承认 直到被苏毅雪赤裸裸地说穿 不就是一个备胎吗 杜陈宇彻底动怒 红着眼睛扑上前 一副要掐死苏毅雪的模样 苏毅雪怎么可能在原地等着被打 拎起包就跑出去了 还不忘把门摔上 发出惊天动地的声响 杜陈碰了一笛子 挥气地拿拳头砸门 我收起电脑轻轻嗓子 看来今天是没法好好协商了 不如等我拟好了协议直接发你 等细节敲定了我们再去办离婚 杜陈宇还想挽留我 就之前的事向我道歉 我白白手 晚了 现在说再多 也没有意义 如果你真的想补偿我 那就好好把婚离了 从此我们互不相欠 老死不相往来 一周后 我把你好的离婚协议 发给杜陈宇 问他是否有意义 他没有正面回答 却约我三天后 在我们第一次正式约会的餐厅见面在聊 那一天 是我们结婚三周年纪念日 我觉得挺没意思的 但本着好聚好散的念头 还是穿了简单的T恤牛仔裤赴约 按时到达餐厅时 果然看见杜陈宇西装革履的坐在里面 我刚走近 他就快服务员一步率先帮我拉开椅子 十足绅士 饭我给你点了你最爱的套餐 你再看看菜单还有什么想吃的 入座后 他把菜单递到我面前 体贴招待 不必了 我招招手 喊服务员过来给我一杯咖啡 谢谢 就别浪费时间了 我们快速过一下协议 我聊完就走 我从包里拿出打印好的离婚协议递给他 他好像僵住一般 好几秒才接过去 表情很是失落 你就连一顿饭也不想和我吃了吗 嗯 不想说客套话 也是需要调动精力的 我完全不想 话音刚落 服务员就推着一辆放着鲜花蛋糕起泡酒的小推车来到我身边 在服务员开口祝福我们之前 我抢先叫停 祝福的话就不用说了 我们是来谈离婚的 服务员愣了一下 但很快反应过来 不动声色地离去 把空间留给我们 杜晨宇捏着离婚协议书的纸节 有些发白 但还是坚持别的仪式 你不想要没关系 推车下面有我送你的礼物 你打开看看吧 我打开那个寄着香槟色蝴蝶结的精致盒子 里面放着一本重重的相册 翻开来 里面全是我们这几年的合影 有谈恋爱时 一起过生日 在山顶看日出的 也有结婚后 我们在家过纪念日 一起喝酒看电影的 一张翻过去 我只看见了这些年里的我是如何单方面依恋着它 这里的每一张照片 几乎都是我主动要求拍下的 照片里的我不是满怀爱意地看着它 就是幸福满满地看向镜头 而它总是漫不经心地看着镜头 人在身边 心却不知飘去了何方 翻到最后一页 不再是照片 相册的木质壳子被挖空了 里面放着一枚鸽子弹钻戒 足有时刻 我盯着这枚钻戒 看了很久很久 杜晨宇以为我是在怀念过去 在对面感慨道 我们之间经历了太多太多 不是说放下就能放下的 谁允许你私自动用我们婚内财产的 我猛地抬起头 杜晨宇似乎没听清什么 我拿出那枚鸽子弹 愤怒道 你不知道我们在谈离婚 在分割财产吗 你还拿我们共同的婚内财产买这个东西 我不要这个你爱给谁 但你动用的资产必须折现给我 说完我把戒指还给他 一把抓过协议 看了看上面的财产分割明细 头疼不已 你自己看着改吧 改完我再确认 还有请你别再玩这些花样了 对我而言不是浪漫 而是麻烦 懂吗 我都懒得说那些照片还是从我的社交平台上保存下来的吧 苏伊雪都不吃的套路 怎么就觉得我会吃呢 丢下那堆乱七八糟的东西和哑口无言的杜晨宇 我起身离去 那之后 杜晨宇消停了一段时间 后来不知怎么又想通了 痛快地和我办了离婚 公司的股份我全部套现 准备拿这些钱去做一些别的投资 以及用来环游世界 杜晨宇就此劝过我 如果你是因为我的原因想要退出公司 大可不必这样 我可以退出的 这样你也可以继续做你喜欢的事业 我摇着头叹气 你怎么会把你自己想得那么重要 我是为了自己才选择套现退出的 我早就有了去外面看看的想法 如果不是因为你 因为想和你有一个小家 我可能早就带着妈妈四处旅行了 不过这些话现在都不必说了 除了应得的财产 杜晨宇坚持把那枚鸽子蛋送给我 这个没别的意思 你就当作是我出于愧疚对你的补偿 我不接 他继续说 当然 这也是我妈的意思 他始终觉得你对我们家有恩 是我亏欠了你 你要是拒绝 他会不安心的 我想了想 最终还是接下了 离婚后 我先在国内玩了一圈 先后去了云南 西藏 新疆 足迹踏遍了祖国的大好山河 一路上只想感慨 为什么过去的我 一心扑在男人身上 只肯围着那一片小小的天地打转 为什么不早点出来走走 我本可以早早享受这自由无边的风光 一开始 我妈并不赞成我这个决定 哪怕硬被我拽着上路了 眉头也总是紧锁着 她始终认为我当前的要紧事是在找一个伴侣 成一个家 而不要像她这样孤孤单单的 可随着走过的地方越多 见过的风景越多 她的心胸也变得宽广起来 她的笑容越来越多 也开始觉得 人的一生确实可以选择任意一种活法 深夜和我聊天时 她感叹 当年你一心要嫁给杜臣雨 我不赞成 你也是一意孤行 后来我也只能默默期盼你过得好 现在你一心只想环游世界 我也不赞成 你拖着我就跑 但我心里也还是希望你在做这些事情时是真的快乐 我认真的看着她的眼睛 告诉她 当然 我现在做的每一件事都是以自我享受为前提 后来出国游玩一段时间后 我的脚步再轻慢了下来 我开始认真思索 我应该做点什么 翻看过去几年的记录 我发现自己无意中拍了很多可以剪辑成纪录片的素材 突然之间 我对未来有了目标 我想先去电影学院进修 然后成为一名专业的纪录片导演 认真准备了一番后 我如愿进入电影学院学习 期间认识了许多有意思的小伙伴 成天和这些年轻人在一起 我感觉自己也变得年轻又活力起来 一天晚上和这群小伙伴在酒吧喝酒时 居然被其中一个二十出头的小男孩表白了 我惊讶地一口啤酒喷了出来 我一边擦着身上的啤酒墨 一边认真拒绝 你们这个年纪肯定觉得什么都没有恋爱香 但你不懂 像我们这种越近千帆的 还是觉得搞事业最香 蹲下来用纸巾擦地板时 眼前冷不丁出现一双正亮的皮鞋 我自觉起身让开 提醒他不要踩到地上的啤酒 凌然那人喊我 我抬头一看 居然是几年都没联系的杜晨宇 这些年里 不管我怎么拉黑他 他总有办法给我发来形形色色的消息 但我一次都没有回我去热带国家玩 他提醒我 带好防晒和肠胃药 避免晒伤和水土不服 我去极寒的地方 他又给我发来一些户外防止冻伤的科普知识 结婚时 他对我的一切从不上心 离婚后却想尽办法变得体贴 可我总是看了就忘 后来甚至连他的消息都不会点开 几年没见 他好像有了点度暖 发际线也有点堪忧 我对他礼貌地笑笑 并不想与他寒暄 可他似乎并不想走 而是提议换个位置喝点东西 顺便续续旧 只可惜 他还没再把台前坐下来 就被一个匆匆闯入的穿着家居服的女人揪住了耳朵 几点了还不回家 把我的话大耳旁风 也不看看你现在什么德性 就你这样还好意思招惹人家年轻小姑娘 照照镜子吧 原来他早已在婚 他老婆训完他又给我道歉 不好意思 他这人就是有点自我认识不清 还觉得自己年轻气盛 魅力惊人 说完拽着他就走 一边走一边念叨 今天找的人怎么样 愿意投钱吗 公司都困难成什么样了 你怎么还有心思出来喝酒 回头 我可得和妈好好说说你 我跟你说 你的所作所为都在我眼皮子底下 你休想作妖 我为这个家付出了多少 你妈也是知道的 你们度家休想对不起 我杜晨宇就这么听着 一句话也不说 全程只是低着头 耸着肩 足足又像老了好几岁 我在心底默默感叹 岁月如刀 这才几年 杜晨宇就完全变了样子 居然还娶了这么泼辣的老婆 是真奇妙 一起的年轻女孩拿胳膊肘撞我 八卦道 人都走了还看呢 你和他就相识有故事 我装作若无其事 才不是一个路人而已 心里却在说 好险 差一点 我也会过成他那样一个疲惫的中年人 想到这里 我拿起啤酒瓶 想猛灌几口压压惊 正咕嘟咕嘟往喉咙里大口灌酒时 忽然看到把台的另一头有个陌生男人笑着对我举了举酒杯 我拿起酒瓶和他隔空碰杯 我笑着想 还好我还年轻 我还有无限可能 现在我们来听听下一个故事 算命地说 我专刻亲人妈妈怀孕 我碰了一下他肚子 当晚他就流产了 爸爸扇我一巴掌 却在第二天出车祸住院 奶奶气得直跳 把我赶出门 饥寒娇破时 养父收留了我 后来小餐馆越做越大 变成全国连锁餐厅 生意火爆 亲爸妈恬不支持找上我 要我为老太婆付医药费 爸爸是家中独子 妈妈生下我后 大出血伤了身体 不宜受孕 奶奶成天在他跟前念叨 堂家要绝后了 这家业没人继承了 爸爸在念叨声中 四处寻医问药 终于 我六岁那年 妈妈如愿怀孕 看着爸妈紧紧拥抱在一起 喜极而泣的样子 我也跟着咧嘴笑 我想奶奶知道后 肯定很高兴 就不会再拿鞭子抽妈妈 扯妈妈头发 骂妈妈是不下蛋的母鸡了 吃完饭 奶奶大发慈悲 算命先生说 这台宝准是个男娃秀裕的 好好歇着 妈妈听到这话 眼中顿时泛起泪光 她终于不用再受别人的白眼 靠肚子里的宝贝翻身了 奶奶和爸爸从不干活 妈妈又歇着 家务活自然都落在我身上 我没有怨言 只要妈妈不受累就好 走过妈妈身旁时 我好奇地伸手碰了一下 笑道 弟弟要乖乖的哦 没过多久 隔壁屋子传来妈妈的叫喊声 那时已是深夜 我只当做梦翻了个身后又睡去 直到身子仿佛悬空被人拽起又重重摔下的痛感袭来 我才迷糊睁眼 妈妈流产了 爸爸一脸怒气 伸手甩我一巴掌 奶奶在旁边大喝 算命先生说得成真了 就是他克死我的乖孙儿 或许是打累了 又或许是忙着找救护车 出完气后 爸爸冷哼一声 头也不回走了 奶奶狠狠刮我一眼 指着我鼻子骂 见丫头打不死你 总能饿死你 她把我拽到杂物间上锁后跟了上去 可是我只是想和弟弟打个招呼而已 杂物间很久没开了 微弱的灯光随着冷风的吹动忽明忽暗 我拳着身子缩在墙角 双臂紧紧抱住自己 学着做噩梦时妈妈哄我入睡的语气 在心中不停祈祷 如南不怕黑夜就要过去了 等到太阳升起就不怕了 醒来时衣服早就干了 汗臭味掩盖了洗衣液的清香 窗外的阳光透进屋子 我站起身来想感受这温暖 门突然开了 奶奶大步朝我走来 我以为她不生气了 扬起笑容 伸手抱她 却被她一把掐住脖子 直到我双手无力垂下 她又将我拎起来丢出门 滚你个扫把星 离我家远点 砰的一声 铁门紧闭 奶奶说 爸爸出车祸住院了 是我这个在性害的 可是从前我听陈婆婆讲过 出车祸要么是酒驾 要么就是自己疏忽大意 奶奶却把所有事情都推到我身上 我漫无目的在街上游荡 走着走着 眼泪止不住溢出眼眶 我没有家了 我是个没人要的孩子 一整天没吃东西 又吹了冷风 哭到没力气继续走 我两眼一黑 晕倒在地 我大概会冻死在这个冬天 却没想到在醒来时身上多了暖和的毛毯 脚步声响起 我抬眼望去 出现一个熟悉的面庞 开饭馆的张叔 他笑呵呵端来一碗牛肉面 快吃吧 凉了就不好吃了 热腾腾的汤面下肚 瞬间驱散了寒冷 张叔看我吃得满嘴油渍 拿纸巾帮我擦嘴后 安慰我先住下 明早再送我回家 送完餐的陈婶刚好回来 听到这话眉头紧皱 抱怨道 还嫌家里不够乱吗 我这儿可不是收容所 谁家孩子就回自家去 话虽不是对着我说 可我却听得懂 藏在毛毯下的手不停抖动 钻到毛毯几乎变形 我鼻子酸酸的 把头低了再低 小声道 我没有家了 那夜 张叔哄我入睡后 门外响起一阵激烈的争吵声 过碗瓢盆落地的声音 听得我心惊胆战 最后 张叔不知用什么方法说服了陈婶 答应收留我 第二天起来时 陈婶正准备送哥哥们去上学 瞟见我柔眼 她冷着脸开口 快刷牙吃饭 吃完还得干活 我猛站在原地有些开心 习惯性咧开嘴笑 却又怕她生气 嘴角渐渐收敛 抿了抿唇 张叔走过来拉着我到饭桌前 宣布 以后妹妹就是家里的成员了 之前奶奶一直念叨张元忠真是好福气 娶媳妇连生两个都是儿子 按顺序牌 我就是他们的第三个孩子 她笑着握我的手 继续道 趁今天把名字也改了 就叫做佳肴 怎么样 我激动毕点了点头 不管叫什么名字 我都愿意 只要他们愿意给我个地方住 给我口饭吃 高兴之余光不经意贴到哥哥们的眼神 大哥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淡淡看我一眼后又转过头去 二哥明显生气了 推开沉沈气冲冲出门 我想他可能误会了 我不会抢走他们的爸爸妈妈 更不会分走他们的爱 吃完饭我乖乖跟在张叔身后 他却回过头 蹲下身子 把我抱到椅子上 便系法式地拿出一个小小的布偶娃娃 别听你沈子胡说 店里没什么活可干的小孩子就该好好玩 听说女孩子都喜欢布偶娃娃 这个是昨晚买的 没有多好看 就当作第一个新生礼物吧 以后还会有更多的 我小心翼翼接过娃娃 藏宝贝式地揣在兜里 娃娃一点也不愁 我从来没收过礼物 还是这么好看的礼物店里的人来来往往 张叔忙着上菜 又一边招呼客人 他时不时看看表 瞅瞅外边的动静 我有些疑惑 直到门外熟悉的影子靠近 他立马示意我擦桌子 原来是沉沈买菜回来了 他走过我身旁 冷哼一声后喊道 擦干净点 我不敢放松 只能一遍又一遍用力擦去桌上的污渍 他走后 张叔上前拿走抹布 笑道 傻孩子 早擦干净了 我挠挠头 也笑了 天黑了 沉沈在厨房做饭 我闲得无聊 蹲在门口数起蚂蚁来 数着数着 背后好像有只手在拽我 一回头 沉沈脸色沉沉 举起手中的布偶娃娃质问 你哪偷来的 我脸色瞬间白了 熟悉的质问再次在脑海响起 每次这个时候 我总感觉自己像个小偷 不配被爱 我搅着手指 有些孽如 这是张叔给我买的 沉沈愣了一下 而后大步迈向哥哥们的房间 他气冲冲推开门 大鹤 张元忠 你钱多的没出花事部 自家孩子都没见过你买个玩具 竟对外人上心 我看你这心是偏到太平洋去了吧 说着 他眼眶渐渐湿润 声音哽咽 我每天早出晚归送餐满身疲惫 回来做饭就为养家糊口 为了那点钱 我忍着骂声陪笑 这些你都不知道 沉沈捂着脸跑出门 张叔轻声安慰我后 追了出去 钱这个字 爸妈也经常提起 我不想再看到 沉沈紧皱眉头 张叔坐在门前抽烟叹气的样子 我学着大人的样子对财神爷的方向跪下 双手合十祈祷 希望家里钱多多 张叔和沉沈不再叹气 皱眉 祈祈祷完 沉沈黑着脸回来了 直到吃完饭 她都不看我一眼 一连几天没再搭理我 也不叫我干活 这时 饭馆的客人意外地多了起来 张叔一个人忙不过来 沉沈又得去送餐 路过家门口时 她冷着脸喊我 赶紧去店里帮忙吃我家饭 哪有不干活的道理 我眼睛一亮 一溜烟跑到她跟前 兴奋地点点头 就往店里跑去 离了老远 还能听到背后传来沉沈的大嗓门 这孩子大热天连把伞都不带 待会中暑 还得我照顾 轰轰轰的声音传来 还带来阵阵威风 沉沈把伞丢给我 继续开着摩托送餐到下一家 到店里后 张叔只交代我端菜和擦桌子 有的菜刚出锅 端起时烫得我手发红 张叔看到后赶紧拿出药膏给我涂上 好在客人们没有生气 反而打趣道 你女儿真乖 小小年纪就知道来帮忙 张叔边端菜边大笑 是啊 瑶瑶可比我家那俩小子懂事多了 干完活后 张叔在准备晚上的菜 我乖乖坐在椅子上 陪他坐着坐着 不知不觉睡着 醒来时 星星已经铺满夜空了 张叔手里拿着一叠红跳票 在鼠眉眼的笑意抑制不住 他走过来 把我抱起来 笑得何不拢嘴 走 今晚 我们全家吃大餐 坐在摩托上 凉凉的晚风浮过脸庞 很是舒爽 车停在门口 陈沈出来时 正好瞥见摩托车上挂着一大袋东西 脸色不悦 还没开口就被张叔抢了先 今天赚的都超过之前一个月赚的了 你和摇摇都辛苦了 我买了肯德基来庆祝 陈沈半信半疑 颤着声音问道 真的 追问好几遍后又问我 摇摇你实话说 你张叔是不是哄我开心呢 我摇摇头 边拍手边咧开嘴笑 今天收了好多好多红跳票 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多 希望以后天天有红跳票 好好好 咬咬嘴 真甜 陈沈摸着我的头 笑得眼角的皱纹都深了 这是她第一次摸我的头 她的手很温暖 像妈妈一样 张叔把袋子打开 香味瞬间扑鼻而来 我闻着胃馋的口水都快流出来了 我知道肯德基 爸妈以前常买 不过他们都是藏在房间 偷偷吃不完再搬到饭桌上当晚饭 有时我还没尝够胃 想伸手在家一块时 爸爸会打掉我的筷子 说等大人吃完 小孩子再吃剩下的 又或者说小孩子不能多吃 剩的要留给奶奶吃 我只能忍着饿 眼巴巴看盘子变空 张叔把个头最大的香辣鸡腿先递给我 把剩下的鸡腿分给哥哥们和陈沈 自己则吃剩下的土豆泥 快吃吧 你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吃 这回吃个够 张叔笑容满面 把鸡腿塞到陈沈手里 自己津津有味地吃着土豆泥 有钱真好 能吃到香喷喷的鸡腿 我想要张叔和陈沈收到越来越多的红跳 夜里我嘴角勾起 在睡梦中许愿 日子一天天过去 相比较前段时间 现在的饭馆可以说得上是坐无虚席 这个词还是我看电视时学到的 我到了年纪跟着哥哥们一起去上学了 陈沈带我去商场 让我自己挑衣服 我看开学大家都买新衣服 我们瑶瑶也得有这身好看 衬得皮肤白这身也不错 果然瑶瑶长得好看 穿什么都好 店长姐姐笑着附和 干脆都买了 最后我们拎了一大袋子回家 第二天上课时 老师点名夸我的名字好听 我才知道 原来瑶的本意是指美欲 他们寄予了我无限期许 可我真的是吗 爸妈给我取名唐如南 奶奶一口一个灾星 以及算命先生说过的 我专客亲人 我不想成为灾星 只想张叔每天笑呵呵 整个家只有欢声笑语 放学后 使张叔去接我和哥哥们回家 路过彩票店时 我脑海里闪过爸爸买彩票的身影 爸爸常说 靠赚钱还不如赌钱来得快 好多次出门前 他还拉着个脸从彩票店出来后就心花怒放 为此他还辞掉工作 每天准时到彩票店 我想彩票店一定是有神奇的魔力 可以让人快乐 我用手指了指彩票店 张叔连忙停下 问我怎么了 我指着店门口暗示他进去 他没有买彩票的习惯 还是头一回到彩票店 车停在店门口 留下大哥和二哥在外等候 我迫不及待拉着张叔进去 挺感觉挑了一张红色的呱呱乐 这张多少钱? 张叔有些紧张 手不停搓裤腿 没等店员回答 我抢先在柜台笔划了个十 张叔如释重负 拍了拍自己 笑道 我还以为要好几百呢 他把呱呱乐推到我面前 笑着看我摇摇瓜 不够我再买一张 很快就刮完了 我按上面的数字一一核对 一行又一行 没有还是没有 直到数到倒数第三行对应的数字是十万 我又惊又喜 把彩票举得高高的 递给张叔看 张叔乐开了怀 有些不敢信 真是十万 店员点头后 他才感觉认真中奖了 还是十万 刚出店门 张叔立马掏出手机打电话 直到电话那头的陈婶生气 他才停止卖关子 说出实情 果然 他的反应和张叔一模一样 难以置信 这是发生在自家的真实 大哥和二哥也听到了 我用余光偷偷撇到大哥 眼神满是惊喜 二哥嘴角微微上扬 还没到家 远远就望到陈婶的身影 他把我抱下车 紧紧搂住我 大声道 前些天堂家老太婆还嚼舌根 说我们就是个捡垃圾的 赔钱货也敢收留 还说我们遥遥是灾星 迟早祸害我们家 我看那他是上了年纪眼瞎了 我们遥遥哪里是灾星 明明是福星 张叔哈哈大笑 边硬喝边把我高高举起 饭桌上张叔开了瓶珍藏的红酒 边喝边讲述刚才的经过 他话语中尽是止不住的喜悦 二哥默默地加了块红烧肉放在我碗里 又把筷子收回去 谢谢二哥 你也吃 我眉眼弯弯也加了块给他 他反倒有些不自在 你吃你的 我自己会加 陈婶和大哥看我俩这样也跟着笑了 没多久 张叔就满脸通红话多了起来 最熏熏的规划未来 这十万可以先招两三个员工到店里帮忙 这样阿兰你就不用再去送餐 正好家里还有间铺子空着 剩下的钱拿来开个包子铺 陈婶不赞同她的想法 开个包子铺也要成本 家里三个孩子都要读书 那只话还没说完 张叔就倒头昏睡起来 他无奈摇头 起身收拾残局 都已经听到这里了 记得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吧 制作不易 我们故事继续 包子铺开起来时 大哥上初中了 学校离家远 只能寄宿 陈婶每天三四点起来 忙活做包子 但可口的包子 并没有吸引来客人 嫌弃的声音反倒出现 轰轰的摩托声在我耳畔响起 伴随的还有陈婶轻微的叹息 二哥把一切都看在眼里 用暑假打工的钱 偷偷买了辆自行车 带我上学 放学回家 张叔看到家里多了一辆自行车 还感叹二哥懂事了 只是他的笑很快收了回去 吃完饭 张叔拉着两把椅子摆在门口 直朝陈婶招手 我写完作业 照常跑到楼下找张叔签名 靠近门口时 却听到他不断叹气 前几天刚开杂货铺的王老板说 看中我这块地 要么把地卖给他 要么就和他合作 给我一周考虑 卖地绝不可能 可他一开口 就要十五万 我上哪弄这钱去 门缝中 隐约能看见他紧促的眉头 以及那发白的头发 两人愁眉不展 就在这时 熟悉又尖锐的声音响起 又喝 在这闲聊呢 我早就说了 那件丫头就是个赔钱货 是灾星 死外边也不过分 你们倒好 偷偷收留他 这回家里头遭殃了 我乃得意洋洋地笑着 陈沈听到这次心里的火 郑愁眉出发 三两步上前 狠狠甩他一巴掌 一个瞎了眼的死老太婆 嘴放干净点 我不许你这么说 我们家瑶瑶 离开你家是我们瑶瑶的福气 我乃眉毛 拧到一起 气汹汹 举起拐杖 戳向陈沈 却被张书置住 一把抢过拐杖 砰得一声响 他重重摔在地上 接着就跟个泼皮无赖般 又哭又闹 引得我爸匆匆赶来 我爸早在前几天就听过这事 赶来时他扶起我乃 而后挑衅地把一叠红跳票 撒得满天飞 之前就当是了结了我家和唐如南那灾星的因果 以后不管他是死是活 可别找上门 他说得那么决绝 仿佛只是场交易 我的眼泪不受控地往下掉 原来赶我出门 不只是奶奶的意思 脚步声渐渐远了 张书气愤至极 握紧拳头 简直欺人太甚 遥遥可不是商品 是我们地宝贝 陈沈把钱捡起来 呢难道 早晚有一天 这钱原封不动砸他身上 他进门找袋子装 却听到我的啜气声 将我抱起来摇摇 你怎么在这 是不是哥哥欺负你了 不哭不哭 我这就去收拾他 他对刚才的事绝口不提 故作生气的样子 倒是把我逗笑 我拉住他摇摇头否认 仇意仍旧挂在张书和陈沈脸上 到底该怎么办才好 全家都说我是福星 如果真像他们所说 那就赶快让家里钱多多吧 我闭上眼 在心中暗暗祈祷 陈沈把我放在客厅看电视 就去忙活做家务了 电视里播放的都是我看不大懂的新闻 我不停切换频道 眼前闪过一句广告语 这样做小餐馆都能开遍全国 这话瞬间吸引了我的视线 画面里的人把普通的菜式做得五花八门 迎来许多客人的注意和赞美 不仅如此 他们还把菜式拍成图片 做成传单 再到处宣传 我兴奋地跳起来 光着脚跑到厨房 拉着陈沈到电视机前 陈沈拍手连连叫好 对我又亲又搂 还奖励我最爱吃的棒棒糖 当晚就定了主意 包子铺的生意有救了 陈沈喊上张叔和二哥 得知这个主意 都高兴地说不出话 全家人连夜赶做包子 绞尽脑汁想出新花样 第二天大清早 又请来隔壁上过大学的小徐姐姐帮忙做成传单 照着电视上的方法 渐渐地大家终于注意到这间小小的包子铺 每天早上上学时 店铺前都围得水泄不通 路上还能听到大家夸晨神手艺好 包子铺的爆火也带动了饭馆的生意 很多客人都是早上到包子铺买早餐 中午和晚上到饭馆吃饭 张叔和店员忙得不可开交 整天笑得合不拢嘴 但生意的火热也迎来他人的眼红 那天放学 我和二哥没有回家去 到了店里 因为我考了一百分 想第一时间拿给张叔看 二哥拗不过我 只好带我去 还没到门口 争吵声先传到耳朵来 旁边有人议论 这是大白天跑来耍酒疯呢 顺着他的手指望过去 是人群中那抹绿色身影 瘦瘦高高的 有些熟悉 他听到议论声回过头来 我顿时瞪大了眼 是我爸 不对 是我以前名义上的爸爸 以前年纪小 总对他们抱有念想 可上次之后我看清了 他们不要我 我也不想巴巴贴上去 和我记忆中不同 现在他满脸胡茶 脸色憔悴 你他妈赶紧把老子的钱拿来 这钱可是要给我儿子用的 那个灾心可配不上 他叫嚷着 把酒瓶子砸地上 玻璃渣子满地都是 听了旁人的解释 我才知道我妈终于生了个儿子 我乃每天没事就带他在外闲逛 现拜他的大孙子 我爸依旧靠买彩票为生 不过自我离开家后 他十读九书 一大家子人开销 大孩子的奶粉纸尿裤 生活的柴米油盐样样要钱 他厚着脸皮回到工厂应聘 却被厂长赶出来 当初离开时 敢放话看不上这儿 现在舔着脸来求也进不来 据说我乃每天在家干着急 骂他败家子 骂我妈没用 还用我家当例子 学学人家张元忠夫妇 这老多累 我大孙子要是在他家享清福的命了 我妈一听这话恼了 生个儿子也得被老太婆挑毛病 直接撂下家务活不干 收拾东西回娘家 整个唐家鸡飞狗跳 婆媳矛盾人尽皆知 我爸心里酬救 干脆整天喝酒逃避现实 看到我家生意火爆 又忍不住来闹事 我站出来 眼睛直视他 坚定道 当初是你们把我赶出家的 钱也是你自己送上门的 你们没资格谈这事 我爸眼神凶狠 上前想掐住我脖子 张叔过来把我护在身后 拿出袋子把钱全砸他身上 拿上你的臭钱 滚 我们才不稀罕 众人议论纷纷 指责我爸不要脸 在一生生讨伐中 他落荒而逃 见人都走了 旁人也都散了 我和二哥边收拾地上的残渣 边担心影响饭馆的生意 争吵的时候 有人拍视频发到网上 没想到他这一闹 倒是帮我们做了免费的宣传 附近地区的人纷纷来品尝我家餐馆的饭菜 张叔再也不用担心拿不出十五万了 因为一周下来饭馆的收入加上包子铺的收入 整整有二十多万 王老板过来谈合作时 拍了拍张叔的肩膀 爽朗大笑 我果然没看错 按这个趋势下去 起码一年能赚他个一两百万 张叔哈哈大笑 要真有 那可就太好了 原来王老板要十五万是要拉客户来加盟 这是拉客户的费用 他常年和各地客户打交道 有他宣传 饭馆的名气也能传到外边去 我不懂加盟的意思 但我知道店里的客人多了 红票就会变多 可以买更多好吃的饭馆 开创了独立的品牌 一路传到全国各地 从小镇不起眼的饭馆 变成全国连锁餐厅 一年下来 获利高达三四百万 有了资金 包子铺得到扩建 还增加了甜品 开启新型经营模式 陈沈越来越忙 有时连饭都顾不上吃 就赶到店里 大哥上高中依旧住宿 二哥也上初中了 和大哥在同个学校 加盟伤多了 质量问题也开始出现 张叔放心不下食品安全问题 每回都亲自到加盟店检查 家里只剩我注意到陈沈面色疲惫 我心疼她 好不容易他们都坐下来吃饭 就提起包子铺 也需要招员工 这样陈沈也可以歇一歇 张叔一脸愧疚 瑶瑶说得对 我忙得都忘了是该招员工到铺子里帮忙 陈沈放下筷子 一个劲说自己身强体壮 干得来也不费钱 可是好几次我听到她自言自语 什么人老了 腰酸背痛 各种疾病缠身 张叔自然没同意 家里不愁钱招人 最终在她的软磨硬泡下 陈沈无奈点头答应 我每天都过得很开心 日子好像回到了从前 陈沈开摩托车接我 轰轰的车声在耳畔响起 剩下的太阳毒得很 十几分钟的车程 直晒的人脑袋晕乎乎 放学时 张叔和陈沈一起来接我 我又惊又喜 撒鸭子跑出校门 张叔神神秘秘说 要给我们个惊喜 一路上 我既紧张又期待 车子开到了4S店后停下 之前我只在同学口中听过 4S店有车 玩具 还有零食吃 看到店里 放着各式各样的车 陈沈先是眼睛一亮 而后 有些迟疑看向张叔 这里的车贵不贵 按饭馆现在的盈利 购买好几辆了 陈沈听到这话 才放心迈开脚踏进去 张叔开着车回家时 我都怀疑自己做梦了 原来我也有机会坐上轿车 在车上听着好听的音乐 到家门口时 叫嚷声传来 我定睛一看 是爸妈找上门来了 我妈上前扒拉车窗 楚楚可怜地盯着我 两片干瘪的唇绊 一张一盒如南 你下车 妈有话和你说 张叔望了过来 等我的反应 陈沈冷着脸 头也不转过来 你要跟他们走就走吧 我一愣 他肯定误会了 当初我奶爸我赶出门 爸妈也没想过来寻 甚至我爸还想用钱断了关系 我怎么可能跟他们走 人心是肉掌的 收养的恩情大过天 即使我不是张叔他们亲生的 现在他们早就是我最亲的亲人了 我让张叔打开车门 打算下车和他们谈 张叔眼底划过一丝失望 随即打开车门 停车后 他和陈沈两人进屋去了 一下车 我妈就抓着我手不放 你现在跟了张家倒是享福了 还坐上了奔驰 我爸得意道 别忘了 你始终是唐家人 他倾咳几声 继续道 你乃得了癌症 医生说 治疗要四五十万 我和你妈都没工作 出不起这钱 我妈接话继续卖惨 我们现在养你弟都难 别说拿出四五十万了 可你不一样 张家生意好得很 这点钱对他们来说只是皮毛 我不知我妈什么时候和我乃关系缓和了 但我知道我的心早就不会被她动摇 他们对我而言只是抛弃我 想回头利用我的人罢了 见我正神 我爸拉开我妈 直接开价四十万换你的户口迁出去 而后嫌弃地补了一嘴 老子也不想你这个灾心的户口一直挂在我家 张叔在屋里坐了好久都没瞧见 我进屋出来时就听到这番话 他平时几乎不发脾气 今天倒把他气坏了 撸起袖子一拳挥向我爸 你算什么东西 也配称作父亲 我爸和张叔牛打成一团 陈沈听到声音 拿着户口本着急跑出来 原来当时我被我乃赶出家门 户口也被移除 为我上学这时陈沈找了关系 才把我户口入在张家 我们摇摇户口 在这儿摇摇大名张家摇 可跟你们唐家没关系 陈沈把户口本高高举起 底气十足地看着我 两人顿时哑口无言 可我妈不甘心就这样离开 眼珠子一转 一下坐地上哭了起来 爸妈不是不要你 要不是算命先生算出你专刻亲人 我们也不至于这样 好歹你是我亲生的 我怎么可能不心疼 你要真为我俩好 拿钱孝顺我们就行 你愿意一辈子住在张家也行 我现在总算感受到老师教过的甜不知耻的意思了 他们没想过我早就不是三岁小孩了 苦情戏对我来说一点又没有 我走到他面前 一字一顿 口口声声说 我是灾星的 是你们说心疼我的 也是你们 从小到大 我得到的永远是否认是你们嫌弃的眼神 可我才不是灾星 恰恰相反 张叔和陈沈用行动告诉我 我分明是福星 我妈坐在地上 大手指着我发笑 就你张家不过是运气好罢了 她转头看向我爸 却没想到身旁空无一人 我没再理会她 摟着张叔和陈沈把门一关 世界清静了许多 解放邻居的消息最是灵通 全款买房那天 有人来店里吃饭 谈论起唐家老太婆死了 我想不管怎样 他家都和我无关了 新家是张叔挑了很久的房子 四百多平呢 搬进新家时 我忍不住感叹 好漂亮 陈沈瞅了张叔一眼 笑着解释 我才知道 她专程抽时间 兵完房子的装修 房间全按我喜欢的风格来 张叔和陈沈 怕我不习惯 一直没让我改口 小学毕业那天 他们去参加我的毕业典礼 出乎意料的 轮到张叔上台时 我脱口而出喊了声罢 张叔笑得合不拢嘴 连连应声道 好 陈沈也在台下看得欣慰 上车回家时 陈沈还打趣道 瑶瑶 你都喊她罢了 也得喊我生妈吧 我笑了 妈一路上 她的嘴角就没下来过 只要她们高兴 我愿意一辈子这么喊 还有 我希望爸妈能够别太劳累 多出时间娇娇花 遛遛狗 我在心里默默许愿 我上初中后就不能经常陪着他们了 希望能养条狗狗陪他们 路过宠物殿时 我撒娇想进去看看 我爸一口答应 真好 我也有自己的小狗了 它是一只金毛犬 性情温和 因为它圆乎乎的脑袋 我给它取名肉肉 大哥考上了江大 离家远 一学期才回来一次 二哥上高二 学习任务繁重 也没有经常回家 爸妈开车送我到学校 临走时还叮嘱我在学校好好的 别想我们 可天还没黑 他们就打来电话 让我跟肉肉视频通话 但其实我知道他们是舍不得我 想看看我 一学期过得很快 转眼到了学期末考完是回家时 没想到发生了很多事 唐家夫妇 也就是我生理学上的爸妈 沦落到了当街乞讨的地步 还是那天早上 他们在乞讨 到我家包子铺前 我妈才认出来 听说他们生的儿子整天无恶不作 脾气阴晴不定 一岁时就拿玩具砸的唐楷头上起了个大包 我妈徐秀玉舍不得打他 只把玩具抢过后放下 再大一些 他还学会了抢人东西 只要他喜欢 就一定要到手 没有就在地上打滚 用头顶撞大人的肚皮 害得徐秀玉手撞出血 偏偏这是唯一的儿子 他也能拿这事夸他力气大 将来能保护他 在后来 他越来越骄纵 竟敢去随意砸别人家车窗 砸得满地稀碎 那车主是出了名的不好惹 不仅要钱 还要打他一顿才肯 唐楷哪里允许有人动他的儿子 把钱都赔进去了 还替儿子挨顿打 房子都抵车主 他才肯罢休 带着一帮兄弟离开 旁人感叹道 或许他的儿子是带有超雄基因 是天生坏种 谁知道呢 时间过得很快 事情很快被人抛在脑后 十八岁那年 爸妈给我买了一套别墅 作为成人礼物 我喜笑颜开 毕竟每逢过节 亲戚总说 父母的资产 最终是留给儿子 更何况 我这个收养的孩子 成人礼上亲戚们七嘴八舌 园中你忘了 你还有两个儿子呢 买给女儿有什么用 到头来 权归女婿了 我看你俩是做生意做傻了 瑶瑶到底不是你俩亲生的 园中 你这样不对 哪有偏心外人的道理 亲戚们的口水都要把爸妈淹没了 我爸站出来 语气不容置疑 瑶瑶早就是我张园中的亲女儿了 从我收养她那一刻起 她就永远是我张家的一员了 我不仅要买别墅给她 以后的家产也要分一半给她 我妈紧紧握住我的手 要不是有瑶瑶这个福星 张家也到不了今天这境地 亲戚们张了张嘴 还想说些什么 却被大哥和二哥打断 他们一口同声 瑶瑶就是我的亲妹妹 我爸妈想怎么做我都支持 那几个亲戚尴尬地笑了笑 乖乖闭上嘴巴 临走时 那些听了我爸妈话的亲戚 纷纷来到我跟前送礼 他们有的凑近和我合照 有的想和我握手 一个个都敬往我手上塞红包 拜托小福星让我发财吧 我扑痴笑出了声 你看 从灾星到福星 什么话都是平人说的 我离开唐家 来到张家 意外地让张书的饭馆开成全国连锁餐厅 陈沈的包子铺生意也蒸蒸日上 不仅如此 我还坐上奔驰 住上了大房子 我家越来越好 反倒是我爸我妈流落街头 我乃得癌症病死 这世上本就没有什么天生灾星 只是大多数人家被封建观念禁锢 一看是女婴就说是赔钱货 灾星 我很庆幸 算命先生说 我是灾星 唐家人赶我出门 却让我误打误撞 被我爸收留 从此拥有一个温馨和谐的家庭 我也希望被当作灾星赔钱货的女孩都能成为福星 活出自我 不必再受家庭的束缚 每一个存在的生命都有独特的意义 我们才不是灾星呢 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 大家有什么想说的 想吐槽的 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 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 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